扬声书第二步 过程以及整个游戏的变化 我正生活在我的梦里 当我看到这个事实时 我发现我在有意识地创造我的梦想 多么奇妙、强大、自由的东西 我觉得我过去的一生都是在水下度过的 我的肺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现在,突然之间,我可以呼吸空气 可以深深地呼吸新鲜、纯净、赋予生命的空气 我现在开始做出新的选择 我第一次有意识的生活 结果是我快乐、健康、平静 活在我选择创造的梦中 这就是扬声书一中产生的意识所带给我的 扬声书二,会有什么内容? 嗯,我还不太确定 当我写这篇简介时 我只写了第一章的几页 所以,我不知道这本书将如何影响我的生命 但我确实希望它能继续成为我做过的最神奇的事情 无论如何,我很高兴邀请你一起旅行 就像,扬声书一,一样 我将在我的网站上发布每个正在展开的章节 在它成为最终的电子书之前 供你免费阅读 但请注意 这些章节的内容非常粗糙 它还没有做最终版本的润色 我希望你喜欢读这篇文章 就像我喜欢写它一样 祝你无限快乐 Sindad-Kernisna,南非 2010年12月5日 目录 第一章,维度、密度、空间和时间三 第一章,一维度、上、十 第一章,一维度、下、十七 第一章,二密度、上、二十四 第一章,二密度、下、二十九 第一章,三空间和时间、上、三十五 第一章,三空间和时间、下、四十二 第二章,谁是八 上、五十 第二章,谁是八 下、五十九 第二章,一故事与存在六十四 第一章,维度、密度、空间和时间 与大师八的对话 C,你好,八 八,你好,我年轻的朋友 C,我无法相信我们已经在写 扬声书的第十二章了 八,是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像你说的那样 第十二章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它是一本全新书的第一章 C,请解释 八,前面的十一章形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 如果你带着后见之明重新阅读那些章节 你会发现神圣喜悦 和我带你踏上了一段特别的旅程 我们向你展示的资讯 永远不再激励你了 你现在知道自己是爱的创造物 随着你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你对它的体验也发生了改变 你不仅对你的世界有不同的感受 而且你做出了新的选择 为自己创造了新的生活 你开始了一个基于爱 并跟随你的新的全新旅程 不是这样吗 C,我只能笑 八 确实如此 我生命中的一切都改变了 一切 我每天接触的世界美丽的令人惊叹 其中的人是美好的 我发现自己比在城市里工作更努力 工作的时间更长 但是现在我发现我喜欢做我必须做的事情 无论是在我的土地上辛勤劳作 清除杂草 还是种植蔬菜 无论是编写 扬声书 还是在我的网站上工作 或者生活中的其他任何事情 我爱这一切 但更重要的是 我爱我对自己的感受和我的选择 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我现在开始积极地创造我的现实 而不是以前那种成为我身上发生事情的 受害者的感觉 这是我灵魂的转变 是你和JD在前面的十一章里赋予我智慧和洞察力的结果 我永远感激不尽 我爱 爱 爱我现在的生命 八 这是因为你现在爱自己 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喜欢的事情上 你不再坚持把注意力集中在你不喜欢的事情上 你通过你的专注创造了你自己的现实 这是你带给你自己的 当你做出一个新的决定 去释放那些不能引起你内心共鸣的人事物 并朝着那些与你的心有共鸣的人事物的方向发展时 你就获得了新生 所以你的整个人生都是全新的 在适当的时候 你的整个现实将被重新创造 我们才刚刚开始 现在 显然 如果你已经完成了整合所有的恐惧和痛苦 以及邪恶和受害者等所有黑暗和沉重的东西 那么在我们继续我们的旅程时 我们不再需要关注那些问题 这意味着 扬声书的整体基调现在也将发生改变 现在 我们可以开始真正享受这种 对智慧和理解的追求 我们可以敞开心扉 去发现它带给自己的纯粹快乐 看看它带领我们走向何方 现在 我们不再试图逃避那些伤害我们 并让我们害怕的东西 而是奔向那些吸引我们 激起我们的兴趣 使我们快乐 使我们着迷的方向 因此 现在是时候让 扬声书也有一个新开始了 因此 我希望你在前面十一章的末尾画一条线 称之为 扬声书一 这一章不再是 扬声书的第十二章 而是 扬声书二的第一章 Z 哇 好的 我会去做的 但这意味着我必须首先会集合编辑那十一章 并更新它们 8 是的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你会知道怎么做的 记住 你总是拥有做必须做的事所需要的一切 所以 去做吧 是时候了 当你完成那件事之后 请回到我的这一章来 Z 几个月过去了 因为我经历了汇集 更新和编辑 扬声书一的艰难过程 先是把它做出电子书 然后出版纸书 我没有想到出版一本书是如此巨大而复杂的任务 然而 和往常一样 巴说的话都是真实的 虽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每一部都有大量的东西要学 但当我需要某样东西的时候 我发现它就在我身边 就像我以前学过如何做分型艺术似的 当我需要的时候 我发现我已经有了这本书的封面图片 我还要感谢李和Lisa 他们帮助校对和编辑 但 是现在 最后 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 扬声书一的电子书和指数都可以在我的网站和其他网站上找到 C 巴 我来了 对不起 让你久等了 巴 我的朋友 时间没有过去 我在时间之外 但我可以看到你有很多需要与之抗衡的事情 制作这本电子书的过程给你带来了一些压力 因为你第一次尝试用你的激情做生意 这是一个有趣的挑战 现在你意识到承载礼物的负担 如果你要送出礼物 你不仅需要劳力去创造礼物 你实际上还要劳心去把它送出 但你需要知道的是 就像所有事情一样 一旦你创造了这条道路 你就可以走下去 如果你坚持下去 那些事情会变得更容易 而且你也应该知道意识的本质是这样的 即通过把资讯送出去而改变整个世界 那些需要它的人会用他们的方法找到它 那些被召唤的人会在适当的时候把它告诉别人 资讯会展开翅膀 在完美的时刻去到它需要去的地方 让我们言归正传可以吗 让我们从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开始 我要告诉你的这些想法全都是方便的小说 也就是说它们是描述和理解你现实的一种方法 它们将非常有效 但同样的可能还有其他方法来理解你的现实 那对你来说同样有效 所以享受这些概念 并在可能需要的时候使用它们 但不要过于依赖它们 请记住 这些是对你现实的描述 它们不是你的现实本身 而且无论如何 它们描述的现实都是虚幻的 所以对任何事情都过于教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C.我不确定我明白你的意思 8.你的意思是说 没有真正的密度和维度吗 8.让我们用一个备受好评的比喻做例子 如果你看一道彩虹你会看到多少种颜色 C.我认为有七种颜色 小时候我被教导说彩虹的颜色是 红 橙 黄 绿 青 蓝 紫 8.很好 但是如果我有很好的视力和很好的色彩感之力 除了那七种颜色 我还可以辨别深红 桃红 青明 蓝绿和深紫 我可能会坚持说实际上有十二种颜色 你同意吗 C.是的 当然 因为现实中有无数种不同的颜色 对吗 8.是的 对 当然 除非没有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只有被水滴折射的白光 C.啊 所以 实际上 你会走的 就 切得了 那么 这就有点 就有什么 对吗 成络 对吗 你会走的 对吗 不得